全球经济临冬将写 工厂现在没有生意 没有电单 导致公司裁员 所以导致到处都是工人在找工作 然后加上现在没有倒闭的这些工厂 电单不多 所以招工人也很好招 但是工人招过来干嘛呢 因为他没有电单 工人招过来 我们也养活不了 不仅仅是中共国因拿不到世界的订单而崩溃 全世界也会因中共供应链的断裂 从而陷入至少长达五年以上的经济寒冬 据郭文贵先生爆料 中国就过去短短的11个月 几百万家企业到年 两亿人失业 中国的供应链的基石已经彻底被打破 跟美国之间过去的贸易顺差 瞬间变成巨大的逆差 虽然中国的市场 贸易 工人 生活方式 还会有大概十几个月的削减过程 但是 中国的劳工市场 贸易市场的情况 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糟糕 为了应对中国供应链的断裂 中国贸易和外汇的逆差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期待老百姓的身杖压榨 人民的生活将变得生不如死 冯贵先生警告 然后中国整个经济供应链的崩塌 全世界的供应链的重整 这个痛苦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做到了 某些领域可以在短期内重整 但是绝大多数的领域做不到 所以 全世界的供应链都将出现大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